几十年来,西方公司压住中国消费者的不断崛起,赚取了可观利润,但现在,经济的低迷状态以及凶猛的本土竞争对手的出现,意味着这些赌注看起来风险加大。 价格战正在各个消费品牌中爆发,从食品、服装到消费电子产品和汽车。 在电动汽车行业正上演着最激烈的价格战,这是一场生死存亡的较量,制造商们争分夺秒,拼命求存。 根据中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周五发布的数据,特斯拉4月在华市场份额缩减至4%,较3月的7.7%几乎减半,其上海工厂4月交付量同比下华18%。 J瑞显与其最大中国竞争对手比亚迪,纯电动汽车交付量激增29%形成鲜明对比。 J Capital Research联合创始人兼首席主管安妮史蒂文森,杨说,每个人都改变了对中国的思维方式,商业环境已经彻底改变。 上月,特斯拉宣布在中国大幅度降价,此前刚在美国和德国也做出了价格下调。 这一举做加入了自2022年年底以来,该公司在其最大海外市场连番调低售价的行列。 去年,中国经济增长5.2%除了疫情年份,这是自1989年天安门广场事件后,西方国家实施制裁。 国内生产总值仅增长3.9%以来,中国经济年度增长最慢的一次。 随着就业和收入前景恶化,消费者正在缩减支出,长期困扰的房地产危机和股市暴跌,更加剧了他们的困境。 史蒂文森、杨表示,上世纪90年代,西方每家公司都在聘请顾问,探讨如何在中国做生意。 但如今,顾问们已无处可寻,高管们不再讨论如何抓住快速增长的机遇,而是集中于撤出,保护现有业务或平衡多国供应链。 他补充道,如今的中国地位大约相当于一个巴西,规模虽大,重要但充满挑战。 中国的经济困境不仅困扰着特斯拉和电动车行业,其他像苹果、星巴克和麦当劳这样的美国企业巨头,也伸手其害,不得不调整商业策略以适应这个快速变化的市场。 Counterpoint Research高级分析师杨孟表示,对未来的担忧迫使中国消费者更加节俭,与奢侈品或高端产品相关的购买也因此受到抑制。 他说,中国消费者无疑正经历着消费降级的普遍现象。 在截至3月30日的财季,苹果在大中华区的总收入下滑8%至164亿美元。 与此同时,曾几度被西方国家视了眼中钉的中国科技巨头华为发展迅猛。 2024年第一季度,其智能手机销量飙升70%,新款Mate60系列销售成功是主因。 苹果首席执行官蒂姆·库克在本月的一次分析师电话会议上表示,中国是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市场。 他补充说,从长远来看,他对中国市场仍持乐观态度。 为提振在华销量,美国智能手机制造商已在中国下调iPhone售价。 上周发布的中国信通院数据显示,苹果3月份iPhone出货量反弹,扭转了2024年前两个月的深度下滑。 苹果和第三方零售平台主导了降价行动,部分iPhone15型号,打了高达20%的折扣。 连锁咖啡店也在努力互相压低价格,去年2月,有两名前瑞幸咖啡高管创办的初创公司Carty Coffee开启了一场价格战,将拿铁价格降至低至9.9元人民币。 这一举措迫使国内最大的连锁咖啡品牌瑞幸咖啡跟进,将拿铁价格定为9.9元,随后Carty再次将拿铁价格下调至8.8元。 这种激进的打折行为也波及了全球品牌,即便是曾表示无意选入中国价格战的星巴克,也开始提供优惠券, 实际上将拿铁价格压低至20元以下,而其原价为30元。 星巴克表示,由于促销活动和高价商品销量下滑,中国区第一季度平均消费额下降了9%。 星巴克中国公司董事长兼联席Ciel Bain.Wang在1月的收益电话会议上表示, 我们的消费者目前在消费上更加谨慎,你会看到大量中低端竞争对手集中快速扩张门店,采取低价策类吸引顾客。 快餐连锁店也加入了这场战局。 自2022年以来,穷鬼套餐一词在中国年轻人中流行,起初是指麦当劳13.9元的一加一随心配套餐,备受消费者青睐。 其他西方快餐品牌随后也跟进,推出自家的平价套餐,网上每周快餐打折指南,在社交媒体广媒流传。 其中一份指南写道,周一去麦当劳蹭免费卖了鸡,周二去塔斯丁享受买一送一活动,周三去打美乐体验七折优惠,周四去肯德基感受疯狂星期四,周五去汉堡王吃半价工作餐,周末再去华来市,下周从头再来。 一加总部位于北京的快餐连锁品牌南城乡,甚至推出了三远的无限量自助早餐,创下自助餐历史最低价。 这份被许多网友戏称为北京打工人必备的套餐,在早餐时段的销量增长于一倍。 Counterpoint Resources的杨茂表示,低迷的消费情绪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,一些西方品牌不可避免将被迫重新考虑价格策略来维护市场份额。 然而,他补充说,这并非良方,因为外国品牌由于运营成本较高,处于与国内品牌相比的不利地位。 不过,他认为这些品牌不太可能会撤出中国市场。 从中长期看,中国仍将推动全球经济增长,并培养出规模最大的新兴中产阶层消费群体。 他说,由于大多数发达国家经济前进黯淡,即便是一些新兴增长市场,如印度仍有赶超空间,即便消费水平低迷, 中国依然可能是全球最值得开拓的市场,但预期需要降低。 史蒂文森、杨表示,我认为很多西方公司在中国犯的根本性错误,是相信了中产阶层崛起的神话。 实际上,中国人的大笔财富来自于房地产和股市的资本收益,他们的收入水平从未大幅增长。 目前经济状况并非回到上世纪80年代的贫困水平,但确实正在压缩不少开支。